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请报现场 我是主持人聂建宗 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住者有其物是我们政府的责任 当然我们人民也都希望自己有一栋属于自己的理想家 能够好好的安居乐业 那问题是当房子太贵的时候 民众的荷包有限 那他怎么有办法去offer他去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理想家呢 那么房价是不是太高 这是我们大家忧心的问题 又M型的社会也难产生 那么豪宅以及我们一般住宅到底屋价到底有没有张高 那么人民是不是真的买不起 这是我们关心的话题 那待会我们请三位专家学者来为我们讨论 我们房价到底是不是太高 人民买不买得起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进一段VCR 台湾的房价太高了吗 央行总裁彭怀南在日前召集公营行库负责人 要求不要杀低房贷利率 不要放款给投机客 豪宅贷款要看贷款人条件等 就是想要借此来抑制房价过热的现象 其实台湾地区的房价涨最大的就是台北市 帝王级的大安区及信义区 中古物一平都要五六十万 相对于其他县市实在是太高了 房价过高是市场炒作的结果吗 政府应该出面制止吗 今天醒报现场邀请专家学者一同来探讨房价问题 欢迎各位观众又回到我们醒报现场 那么我是主持人聂建宗 今天我们来探讨大家应该都很关心的话题 就是房价到底是不是太高了 那么我们这里今天请到三位专家学者 那么这里包括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第一位是我们的立法委员黄伟哲黄理伟 黄理伟你好 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第二位呢请到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 那么我们也是同事 是我们丹江大学的这个产业经济系的这个教授 庄孟汉庄教授 庄孟汉你好 主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么第三位呢我们请到这个远峰远穷的副总 这个蔡副总 蔡副总你好 你好 老师好 委员好 庄老师好 我是远熊 蔡忠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我想这三位啊 对我们这个台湾现在的房价 多少都有一些这个概念 那么想用今天这个段时间呢 来替观众呢做一些 我们这个房价到底是不是太高 那么到底它这个高的原因又是什么 那我们的后市又会怎么发展 来跟各位进行一个讨论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问一个问题 到底现在房价是高还是是一个合理的水位 因为其实有不同的解读 不过当然不同城市有不同的这个现象 我是不是先请我们立委先跟我们叙述一下 你的解读现在房价你看水位在哪里 其实我们倒真的是觉得目前的房价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的房价是高的离谱了 以彭海南总裁这次的话题是由他产生的 他引起的就是说他开机枪 那因为这个彭海南总裁他邀集一些银行 来提到说国内的房价已经开始上涨过于离谱 而且是有点泡沫化的 那造成可能银行将来 阿富裕银行就对于一些投机客啦 或是对于一些 一些不是真的要自己住的这个 这个人的贷款要严格加以审核 甚至于把 甚至要把它就挡掉 不要让他那些这样子的贷款能够带的出去 可是事实上彭总裁这样讲 之前在稍早一个两个礼拜 这是大家记得一个新闻 就是说现在房价很高 以很多豪宅都是动辄上亿 那以彭总裁一个月一年的年薪才一百八十几万 一百九十万 一个月十几万这样一个部会首长的年薪 这种六星级总裁 也连续每年六年 连续六年得到这个评比 是世界最好的央行总裁 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他所领的薪水 他都要一辈子都买不到这样的豪宅 所以以这样来看的确是过高 那之后再过两三个礼拜 彭总裁就有提到这样子房价过高 那刚刚上述了一段跟银行的一个对话 可是我们坦白讲 银行是将本求利 人家也是做生意的 只要他银行在意的不是你的房价高低 或是消费者负担不负担的起 所以你要期待银行有什么 拿出社会责任啊 拿出这个企业良心来啊 这个东西是圆木求鱼 银行在意的是说 我这个钱带出去能不能收了回来 收了回来当然是好的贷款 我银行可以获得利益嘛 如果收不回来 那我就要担心了 就到时候就请把这个坏账丢给政府啊 政府的RTC来来帮我们补啊 那这就是银行啊 所以这个台语啦 或是一般民间社会啊 对银行的印象非常差的原因也是其来有致 不过话说回来 以现在的房价来说 很多我们过去 记得大概二十年前左右 那个时候李信常先生 这个有一个夜宿中校东路的大游行 那个是无诸屋者团结组织 我们那个时候当学生也曾经去那边跟着去 躺在中校东路上 一辈子都买不起的一堆房子 过一个晚上看看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台湾的高房价 所谓的房市 房地产泡沫化或高房价的 这种情形已经 这种现象已经凸显过 到现在 其实二十多年过去的还是一样 所以让人觉得是不生虚息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蓝绿的问题 是这个执政者 到底有没有办法来抑制房价 或者是能够有没有办法来让 房价来得达到一个 停留在一个合理的标准 让我们的年轻人 让我们的寿星阶级 能够负担得起这场阶级 以目前来看 在台北市 大台北区以外是可以的 是还可以 但是在大台北区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OK 好 那么我们黄立委也 先从我们彭总裁的一些 所谓的政策 谈起我们现在房价的水位 那么甚至用我们所谓 几十年前的一个房屋的 一个上街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今天 那么是今天的过去 但是今天的今天 是未来的过去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走到未来 我们当担心 我们下一波的未来的 这个房价怎么走 那么这个显然反映到 从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我们的政策首长 在提一些政策的时候 他一定有所谓的政策目标 我想这个政策目标 之所以这样做 我想跟这个 好像看到这个房价泡沫是有关 所以这个感觉上 好像听起来就是 房价可能他们疑虑太高了 甚至用这个 这个我们讲 朋友们他的薪资来去 薪资结果去看他以后 能不能over去买这样的房子 好像是高 我请问那个 我们庄教授 你觉得呢 你在这方面 不管实物学术上 做很多的研究啊 你再进去一分析一下 好吗 这样讲啊 就是说 如果是到了一百万以上的 现在大家觉得非常高 好 但其实这个之间应该是从那个 就是我们的科技人 那个电子新贵 就是竹科发放鼓励开始 那个时候台北市的房价 大概是三千万以上 好 然后就一直往上提高 好 一户了 然后就推到了五千万 然后到现在等于是一亿 甚至两亿都有了 好 那时候呢 从早期刚刚讲到那个七十几年 那个时候 七六七七七八是一个关键 就是说 一坪台北市人害路市段 大概一坪 大概十四万上下 然后呢 一涨就涨到三十几万了 所以这个之间非常高的 一个比例的时候 才造成七十八年 我既然8月14号 在忠孝东路市段 丁王市场的地方 夜市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出来说 房价太高 我们底市不要买 到现在为止 还是很多人讲说不要买 但是你不要买的结论呢 房价造涨 造涨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 当我们所得也提高了 最近是往下掉下来 然后最重要是 都市的土地资云 其实是不够 然后呢 台北市的人口 那个时候一直在增加 那增加到现在呢 变成反而减少 是因为你房价太贵 买不起 所以就往较外去移动了 那这样来讲 一定是过高的房价 所以以房价所得比来讲 那么像住宅杂志 最近一个调查是说 台北市的房价 因为太高 然后你再所得去算 就是说以一个双薪家庭赚钱的 收入的部分来换算的结果 大概要超过三四年 才有资格在台北市买一屋房子 那么在台北县 现在中文和这些地区新店板桥呢 大概要四十几年以上 大约是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让大家觉得无意感 比如说这一辈子那么努力 结果还不能够买到一户好的房子 因为你还要结婚 生小孩 养小孩 教育啊 然后甚至还要父母亲的奉养 然后要缴户房贷的利息 根本不够支付 所以这样来讲造成 大家非常非常的反弹 这种房价一直往上调整 然后刚刚讲彭总裁 那其实我们在约约大概两三年前开会的时候 陆续就会发觉 因为房价一直涨 说是不是我们在贷款的部分 购物贷款加上休算贷款 加上建筑融资土地融资 这个加起来的比例 占我们存款的总比例 多少 超过应该要有一个预警 但是大家认为说 这应该不是问题 然后让市场自然去调整 好 那也没有关系 大概